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就进入到Jason 这个格式 那什么叫Jason格式 顾名思义 其实这个格式的话 前面这个追音跟Java很有关系 OK 那你们可以Google一下 Jason他 其实就是针对那个JavaScript所产生的一个资料形态 那好处就是说 如果丢给程式的话 程式直接可以把它转换成物件 然后可以取得里面的相关的属性跟方法 属性然后给他的资料 那就不需要说还要费很大力 不过前提是 你必须就具备有所谓的物件 的这种观念 来使用的话你会觉得还蛮好用的 但是如果你假设不是 可能你以前也没学过Java Java是什么你都不知道的话 那对于这个资料你会觉得很痛苦 所以呢 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把资料载进来 那这里的话 第一个可能要注意 几个地方 第一个的话呢 如果我们要把那个 资料载入到 这个 我们的Python的话 我们会需要引用到一个 这个 一个模组 一个module 叫Jason 他的一个方法 Rose 特别是 如果你将来看到这个资料里面 假如说开头 就是大瓜糊的话 那你 不需要再去想 用别的方法 其实就是用这个方法就OK的 那首先的话当然 第一个我们一样 就是先用那个什么 request.get 然后给他网址 所以第一段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部分的话 第一个的话呢 一样我们就 import request 然后利用那个request 把这个网址 给他 那这个网址部分特别注意 这个网址 我是从这边去抓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抓那个 像pn25的话 他点击他就下载 我看 这边也有 就是从这边呢 把它复制 贴到我们的 这个 双远号里面 OK 那他这样的话呢 就会帮我把资料 给get下来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 如果说要把资料 直接丢到哪里呢 丢到我们的 我前面讲过就是 如果你要把 json格式的这个档案 要把它变成什么 比如说我们要打开之后的话 它是大瓜糊 如果我要直接丢到 python里面用的话 那只要是大瓜糊 记得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利用一个叫 这个json的.rows 特别说这个有加s 0.rows 然后特别说如果没有加s的话 主要是针对的是文字 次串部分 那如果说呢 他是大瓜糊 那我们就把这个资料 html.test 直接给他 他就直接帮我怎么样 丢到这个 我也许给他一个名称 叫做 DICTE 那再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 直接print出来看一下 那理论上他就会帮我把 这个资料给全部下载下来 OK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资料就下来 下来的话你会发现 其实呢 它涨的 就是跟我们刚刚在那个网页上面看到的一模一样 就是一个大瓜糊 然后 第1个标签在这里 OKkey在这里 然后value 然后第2个key 第3个key 第4个key 那理论上 我们要的资料应该是在这个field的这个下一个 应该是在 在哪一个 其实看了有点花 在这个这个的后面这个 叫recourse recourse在这里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要这个key的话 的后面资料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就是 针对这一个 Dictionary 后面你加一个点的嘛 点get get get的话 刮符之后的话呢 后面如果带一个 他的key 有没有 他就会把你帮你把后面的value抓回来 比如说好了 我今天要抓什么 假如说我要抓这个 resource resourceid 的后面这个资料 resourceid这一串 这一串 这个编号 这个编号 那如果我要抓这个后面的这个资料的话 那我只要怎么样呢 给他一个叫做 帮我get 然后给他后面 刮符里面呢 就给他他的id 他就会 把 这个id里面的 value帮你抓回来 所以我把它print了一下 OK那你会发现喔 他这个时候的话我把它print了之后 他就会去网路上 把这个字典抓回来之后 有没有print的结果 这个地方呢 他就帮我把后面的那个value给抓回来 我把它放大一下 有没有你会发现喔 print出来结果就是这样 或者你可以打个cls cls就是轻轻调再重跑一下 有没有这个地方就抓这个 那如果说我要抓什么呢 假如说我要抓其他的资料 假如说抓这个好了 你抓这个 这个后面是什么 这个吧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把这个id 给换掉 换这个 然后执行一下 有没有他就抓到后面 所以get的话呢 就是意思是说 他会根据他的id 去抓到他后面的value 那你想说老师要干嘛 因为我们要的资料在哪里 其实刚刚不是有看到 格式化这边其实比较清楚 我们要的资料在哪里 在这个recourse里面 有没有 因为他的id 叫做recourse 其实就是什么 记录 加一次 所以意思说底下东西 因为我要的东西是什么 哪个站 然后哪一个county 哪一 pn2.5的数值 哪一天 然后单位多少 有没有 然后后面又是12345 有没有 所以其实这个是大瓜糊 那你会发现 其实 前面的key 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 key其实就是栏位名称 然后面的value 就是他的资料 不过这个格式你会发现 他有一个缺点 有没有 他的什么呢 他的key一直重复 那有点像是栏位名称 其实本来只要放一个 这边变 就变成说要放 假如说你有50个资料 你就要放50个栏位名称 那其实相对起来我是觉得 不要浪费 没办法 这个是主流 因为现在christian已经慢慢变成一种主流了 而且很多资料库 像那个nosecule的资料库 也是用这种方式在 记录资料 那你说他有没有 优点 一定也有优点 OK 可以很容易的对应大数据 但是缺点 就是一直重复那个栏位名称 那不管啦 反正我们希望 第一个我如果要抓什么 抓这个records records的话 那我就直接把这个 Ctrl C 然后呢 再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不是能够帮我把后面的资料全部带回 对 所以你会发现他已经帮我把 这个 我需要的资料 其他 资料要不要 其实其他资料不用 其他资料都多余的 所以其实 我们第一步 就是要先把这个抓过来 但是你会发现 他 外面是 中瓜壶 也就是说呢 他其实有个串列 串列里面放什么 串列里面又放什么 大瓜壶 那大瓜壶其实是字典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 反正它是什么形态 那我就怎么处理 所以特别注意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分开来 然后分别 取得 其实我要取得是什么 其实前面的这个key 我根本不需要 我只要后面的东西 那key的部分其实栏位名称我们自己加上去就好了 所以我只需要 value的部分 key 可以不要 所以要怎么样可以刚好可以取得后面的资料 那接下来我们第一步就已经取得这个了 所以 这个的话我先 再来就是 我把它写成底下这一行 就是 前面用一个list1来接 所以把这个中瓜壶的资料 全部先丢在list1里面 OK 所以把这个资料丢进来 那接下来的话我再一个一个把 我的那个什么 我的串列里面的每一个资料抓 里面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字典 所以我可以写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呢 可以写成这样 for for each的写法 for each dict 意思就是说每一个 所以每一个这个里面的大瓜壶的东西 你就分别怎么样 帮我抓出来之后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变数里面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把它后面的 这个 key 后面的value 我只要抓value 全部抓回来 那key帮我舍弃掉就好了 所以呢 第二步的话呢 我就是 第2个list 所以第1个list 是list1 第2个list做什么呢 我再把什么呢 把那个 我的 这个 Dict 特别是要 我要取后面的资料 那我就把这个 Dict 里面的value 特别是要 那你就在这个 这个后面加一个点什么 点values 第2个list 然后小瓜壶 这一段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只要后面的东西 OK 所以我把它print 先print 这边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先不要接 我用print 把它print出来 那你会发现 这个做出来结果 就会长这样 一个一个的 只有什么呢 只有后面的资料 所以D 但是呢 它会有个问题 它的形态 会是 Dict 底线value 所以特别是要 如果它现在还不是 所谓的 串列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 串列的话 记得外面再转型 所以外面再加一个list 然后再加一个前瓜壶 后瓜壶 再帮我转成 一般的串列 不然我没办法用 你如果这个直接过来的话 我没办法解析 所以如果你外面再包一个list 把它转型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呢 它就会 帮我把原来 有没有 是字典的形态 转换之后的话呢 就变成串列 而且串列刚刚好就是 有没有第1个资料 第2个资料 第3个资料 第4个资料 只是栏位 名称没有 没有key 没关系我们自己加一下 因为反正5个栏位我都知道 那5个栏位是什么 第1个栏位是测站 第2个栏位是限制 第3个是pm2.5的数值 第4个应该是 那个什么 时间嘛 第5个就单位嘛 那我们自己加上去就好了 OK 所以理论上这样的资料呢 如果要把它塞到资料库 已经OK了 或者是说呢 我要把它转换成csv呢 也是OK的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层次 不多 主要就是这么几行 所以基本上 所以基本上 最后其实留下这些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就 这个就不用 最后这个就 最后这个我是把它转换成什么 兼丢给那个lis lis 这边把它转换成lis2 然后最后再print 也就是说呢 把这个转换之后的东西 再存在什么呢 存在lis2里面 然后再把它print出来 诶 那其实已经很接近 就是之前我们要塞到资料库里面的架构 后面这边好像多一个刮壶 后刮壶 看一下 OK 然后最后print看一下 没错 OK 所以 理论上就是这样的架构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其实层次不多啦 这个层次应该看得懂吧 这没有太特别的东西 可能比较需要注意的应该是 这个 Jackson Ross 有没有 OK 所以这个是比较新的 按有这个的话上面一定要imput 多一个imput它 然后再来就是get 就是利用 那个字典里面 如果我要取得 它的value 什么的value就是哪个id的后面value 那我们抓到recourse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 我如果要后面的value 我们就是点value然后记得转型 给一个list 所以我把它print了出来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 程式不多啦 但是其实很快就可以解出来 所以当然这个Jackson格式 你说它复杂吗 是真的有点复杂 但是如果你知道怎么样把资料抓下来 相对的 我是觉得它程式不需要太多 就可以很快的可以把需要的资料 从那个 从那个开放资料里面把它把它取取出来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取出来之后呢 再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pm2.5的资料 帮我存在资料库的话 怎么做 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帮我转换成csv的话 又该怎么做 想想看 好